你现在你就得想清楚 对面坐的那个人 他这个样子 你要能永远接受这样 你嫁给他 你们好好过 你忍一辈子 你要接受不了 你也把他也不会 放弃改变的话 你好好考虑 为什么我刚才说那番话的时候 说的语气有点重 我在这个之前 做了十年的新闻 播了十年的新闻 我看到太多 这种类型的事情导致 情观过不去 发生的那些 特别可怕的事情 这个是会走上去 但是我觉得他身上 真的具备这种潜质 我特别不愿意 过几年之后 一看新闻 发生一件特别可怕的 我一看当时 有点眼熟 有点眼熟 曾经在一个台上 真的 你真的是 不要开玩笑 这期节目 你也让你爸妈看看 你也让你父母看看 你们双方的父母 看看完了之后 听听双方家庭 对你们的关系 是不是要重新评价一下 我拿自身的经验 来鼓励他 因为在娱乐圈你知道 都是最帅的 就很多帅哥 很多美女 那我第一次碰到 范范姐的时候 那我那个时候 也不是说什么 有很多影响力或知名度 或很高收入的 然后那个时候 在台北我还是骑摩托车 那娱乐圈也是五光十色 然后你也会担心说 我今天我们分开各自工作 会不会有其他的男艺人 帅哥 男帅哥 或者是领导 比较投资方或什么 跟他就是要电话 然后想要跟他交往 可是那个时候我也会担心 你怎么样子把它化成动力 谢谢老师 对 你一定要把它化成动力 因为不管今天你这段恋情 会不会有好的结果 但是你人生还这么长 然后你还没有出社会 你觉得社会是险恶的 你千万不要这样讲 这个世界是美好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正面的 然后很积极的 你一定要努力提升自己 永远要做最好的人 往这个目标去挺进 其实我特别同意刚才 建德刚才说的那段话 我经常在说 我们每个人 应该都有一个健康的心灵 去面对生活 我现在我们就短短的 这么一段时间的聊天 我不能知道小伙子 你的心里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我觉得这可能需要 特别专业的人士 所以失恋这种事情 是生活中的大概率时间 可能每一个人都会 经历N多次的恋爱 有人分手了 都会痛苦 会流泪 会喝点酒 会找人倾诉 但是我们也会看到 有人演绎出很多人间惨剧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人就能健康地化解 有一些情感的问题 有人就会走上 那么极端的道路 你应该想一想小伙子 你刚才对那个社会的描述 和我们 我四十多岁 在场的都比你连长 我们看到的社会 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你应该问一问自己 或者你 我真的建议你去咨询一些 非常专业的心理医生 把你的困惑告诉他 听听他对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刚才说的话 没有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你要认真地考虑 听完了专业的医生 给你的建议之后 再好好评估一下 你和你女朋友的关系 好吗 四位老师的话 我每一句都记在心里 我也觉得我 接下来更应该提高自己吧 是 去给他一个保护 而不是让他去逃避 这个社会 好 那既然这样 都考虑考虑吧 我们最后也给不了 这么结论了 希望今天这个事 就是在生活当中 正在经历类似苦恼的人 可以以我们今天的节目 给你们一些建议 一些帮助 来 聊到这儿 我们新一款的 这个苦恼王 新一款 带生了 你解放了 来 解放 我找太太吧 给郑老师问好 太过一个吧 不能握手了 1734目前最高 目前这是史上最高得票 好 谢谢大家